但現在呢 蔡英文執政八年即將要現任了 拋出說要特赦陳水扁這個議題 你怒了嗎 據說將近五成的民眾表示反對的 好 聊天室我們也來做個互動 你覺得應該特赦嗎 覺得應該的加一 覺得不該的減一 我們先來看一下 特赦之後會不會出來選總統 有人問 那他說永遠不會 甚至陳水扁說政治案件就政治解決 那他的兒子呢 陳志忠是翻出了十年前投稿 列扁案的六大質疑 他說如果陳水扁只是普通人 這個案子會不會就這樣辦 這樣判呢 陳水扁真正需要的是一個 完全受到保障的程序正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各方立委學者怎麼看呢 包含了張祈凱 他說怎麼會是政治案件 特赦先決條件是你要先認罪 並且向全國民眾道歉 要是完全不顧社會觀感 這個特赦沒有辦法平息社會的裂痕 而是加深內部的社會對立 甚至他說賴清德強推排黑條管 現在呢 陳志忠是終身不得參選 陳水扁會不會遷怒賴清德 怪不得外界解讀 蔡英文在卸任前的特赦 是在幫賴清德拆蛋嗎 好 接下來來看 亮哥說 陳水扁他根本就不認為他有罪 沒道歉也沒自認有錯 那你這樣怎麼請求社會的原諒呢 那柯文哲的部分呢 2023年11月的時候 當時候還承諾喔 當選的話 陳水扁的案子要處理 到了今年喔 批評綠的不要用媒體來放話測風向 甚至呢 就連尤英龍喔 他也說史上最陽春特赦 怎麼說呢 他說如果要我用最簡短的方式表達感受 我要說為德不足 因為卸任前才做這件事 充滿算計 不希望得罪任何一方 某個程度都在禍稀泥 立委許宇貞說 阿扁志清都沒道歉沒認錯 還用保外就醫的期間挑戰司法 民意不支持特赦 難道蔡英文只是在報答提息之恩嗎 其餘未判決的扁案 怎麼樣留給賴清德處理嗎 還能處理嗎 綠營自家人都認為 到底憑什麼是陳水扁本人 卻還喊話政治案件要趁自解決 所以當然現在國民黨也很生氣 對於這個特赦案 那陳水扁既沒認罪也拒絕道歉 難道民進黨執政的政府之下 貪污也可以除罪化嗎 消息傳出總統蔡英文在卸任前 將特赦陳水扁 最近民調顯示高達48%的民眾表示反對 只有22%支持 但進一步分析民進黨認同者內 卻有51%是支持特赦陳水扁 高於不支持特赦的22% 讓綠營自家大佬林卓水都怒嗆 陳水扁害慘民進黨一句道歉都沒有 憑什麼要民進黨總統特赦 陳水扁自始至終沒有認罪 沒有道歉 而且他不認為他那些錢是貪污 意思說那些錢是為了台獨的建國基金 陳水扁的支持者還認為 他應該繼續為自己的政治司法案件奮戰 如果要特赦必須自己要認罪 才有特赦的空間 現在還有死中扁迷們湧入陳水扁的社群媒體 問他對於特赦的看法 陳水扁回答十分謹慎 表示毫無窒息 不知道 對於進一步詢問國內外的特赦 有附加免刑不免罪嗎 他也認為沒有吧 甚至還有人要支持他再出來選總統 被他直接回絕 但也有扁迷反問 那特赦不就等於承認有罪嗎 陳水扁語帶玄機表示 政治案件就是政治解決 可見他到現在人不認為自己有罪 過去八年完全都不思考特赦 如此的政治化 不就是蔡英文造成的嗎 過去不面對這是什麼樣的意思 陳水扁把外就醫到底幾年了 而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他跟正常人完全無疑 現在還有沒有三審定驗的刑事案件 是不是要先做一個定驗 才能做後續的特赦呢 公開道歉真的有那麼難嗎 我曾經做了法律所不許可的事 陳水扁2008年 現任不到三個月 勇於認錯 如今卻改口是政治辦案 萬有怒嗆 怎麼追毀十億的賬款 難道貪污也能除罪化 如果民進黨政府強行特赦 恐怕將招來更大的民意反撲 謝謝黃英俊 李正宇太平報導 對於這個特赦阿扁的這個案子 羅志強也發文 他是說蔡英文執政八年 司法改革是一事無成 結果呢 特赦扁案居然變成蔡英文實現 司法正義唯一的成績 這也會是賴清德上任之後第一項政績 若大法官宣布廢死 則是他第二項政績 未來其實也就是受到大家人民選票的這個評判啦 有沒有符合人民期待 媒體人謝寒冰則是認為蔡英文看來並不是想幫賴清德拆彈 而是在幫賴清德埋地雷 也許是故意讓他難看擺出有想要解決的姿態 可是時間上來不及啊 所以接下來520即將上任的賴清德 不接球都不行 你看陳水扁這個樣子喔 如果你現在特赦他 他錢絕對不會拿出來 因為對他來講跟我沒差 請問一下 陳水扁雖然現在名義上叫保外就醫 實際上他哪件事情不能做 對啊 他全部都做啦 有什麼差別 根本就沒差 所以他也無所謂啊 我就跟你耗啊 他哪有差 他又可以主持電台節目 又出書又去幫人家站台 什麼事情都做啦 他哪有什麼差 所以我真的覺得 蔡英文這個時候 真的是想幫賴清德拆彈嗎 我一點都不認為 我覺得他是在幫賴清德埋地雷 因為賴清德應該最不希望 人家提到這件事 大家不要忘記去年選舉的時候 他提都沒提過這件事 為什麼 賴清德以前是主張特赦陳水扁的人 大家都知道 結果等到選舉的時候他就不吭聲了 提都不提 對啊 提都不提啊 那現在 他最不想人家提的時候 蔡英文剩最後一個禮拜突然提了 你覺得他在幫他嗎 我認為他根本在害他 蔡英文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早就有大把時間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要到最後這一個時間 他就是不想解決嘛 他就是故意要讓賴清德難看嘛 你就換你面對了 對 因為他就是要提醒大家 我跟你講蔡英文這招劍在哪裡 第一個 我有擺出姿態 我是想要解決的喔 可是我時間上來不及了 對 我剩下沒幾天 對 我剩下沒幾天 我有心要解決但我來不及了 那前面的時間怎麼會 我跟你講蔡英文可能會幹什麼 你知道他最賤的一招就是 他直接把這個程序開始展開了 但是我時間來不及 所以後面你要收尾 對 後面我們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然後接下來賴清德想不面對都不行 現在媒體故意放這些消息 大家去看看放了媒體都哪些媒體 看這些消息來源 尤其第一個放了叫鏡周刊 鏡周刊跟蔡英文是什麼關係 所以很明顯嘛 就是英系在弄賴系 而且叫賴系 你給他注意 所以現在特斯拉扁在路上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陳水扁是在2008年 當時候的照片可以看到 他是被上銬移送的 我記得當時候國際新聞都有報導 然後2015年就保外就醫了 但是接下來就套一句 時事評論員說的 他該做的都做了 2018年他還推出新勇歌物語 然後2021年還可以主持廣播電台 那麼當然有很多人就一直在問 譬如說特赦不能有但書 否則欺騙民進黨不要再當情假先 他還回 臉書IG還回覆毫無所惜 也有支持者說 支持再出來選總統 他的四個字回應永遠不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520之前 突然間蔡英文要特赦陳水扁呢 這個四大案朝著特赦不赦罪的方向 被解讀 是不是幫賴清德拆彈 但立委賴士寶則是認為莫名其妙 甚至是天理難容 他認為陳水扁根本沒有認罪 也沒道歉 也沒還錢 那立法院的副院長張錦成則表示 希望總統可以考量 司法威信跟人民的觀感 三思後行 特色的事情當然這是總統的權利嘛 我想依據憲法 還有依據相關的法令 法規 來辦理 但是因為也涉及到司法的威信跟 也關乎到民眾的這個感受這些問題 所以總統在行使這樣子的特色權的時候 也必須跟社會做好充分的溝通跟說明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 一切必須依照民主憲政體制來做 即便是總統的權利也一樣 尤其在520這個交接的前夕 這個算是在我們憲政上面一個很大的事情 司法上面很大的事情 所以蔡總統 若行使這樣子的權利也必須跟各界來說清楚 然後讓大家能夠了解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